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你就想要把所有的混乱带到人们的面前吗 就在所有的议员面前吗 追赶着上百个议员们 这不就是暴徒吗 你们说你们是爱国者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们是 爱国者并不会这么做 关于美国大选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积极地 为了选举的公平性在工作 可是你们却做出了这些事情 你们只是为了自己的便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们如此去散播谎言 并不是爱国者的行为 你们这些决定 你们这些行为 对于美国的价值观 是深深的伤害 造成了深深的创伤 同时也伤害了美国一直捍卫的原则 那么作为为美国工作了36年的人 我认为你们应该接受 我们看到民主的这个门注被动摇了 我们看到这些受到生命威胁的议员们 他们非常尽忠尽责地 留到最后一刻 他们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做到的 他们是站出来捍卫人的法律 来捍卫美国的民主 让美国精神得以永存 来保持实现我们的承诺 不管是出于个人原因 还是出于集体原因 我们必须都要保持希望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 让人失望的时代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真相 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圈圈连线 五常书 有些悲剧的发生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简单 然而有些创伤 也许永远无法愈合 1月6号是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 发生一周年 一年前 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接受大选结果 持续冲击国会山 结果造成5人死亡 大约140人受伤 成为了美式民主历史上的 永久耻辱 一年后的今天 美国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平静 然而下面依旧暗流有动 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发表讲话 试图通过揭示真相 来澄清特朗普的谎言 然而民主共和两党 对于国会山事件 和大选结果的认知 依旧南辕北辙 最新的民调显示 71%的共和党选民 依然认为 拜登的当选是不合法的 背后涉及选举舞弊 高达80%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 冲击国会山 只是一场失控的骚乱而已 然而民主党却认定 这是一场 以夺权为目的的造反 随着年底中期选举 2024大选的到来 这种政治对立 社会撕裂的事实 是否已经为 下一场选后骚乱 埋下了伏笔 一年之后 共和党依旧未能摆脱 特朗普的阴影 而至今仍未承认 落败的特朗普2024 是否会卷土重来 好 今天晚上 全球连线 华盛顿的直播室 由凤凰卫视处 美国记者陈丽南 马里兰现场 有护鲁金斯学会 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北京直播间 请到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项目联系主任孙哲 三方连线分析 国会山骚乱一周年 刘四号的直通报道 2022年1月5号 寒冬中的美国国会山 显得一片寂寥冷清 然而有当地民众 在现场展示的标语 似乎也在提醒人们 仅仅一年前的1月6号 美国国会乃至整个美国 都深陷一场政治烈焰 且至今都未能完全平息 2021年1月6号下午 不甘于时任总统 特朗普大选落败的示威者 开始蜂拥冲击 闯入国会大厦 并与现场警方 爆发大规模冲突 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 国会山陷落直播 共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警察 在内的5人死亡 至少140多人受伤 无数暴力 荒谬 甚至魔幻的场景 震惊了全世界 而两院议员仓皇疏散 以及安保人员 与示威者武装对峙的场景 也成了对美式民主的 莫大讽刺 事后 美国政府执法部门 展开了多轮调查和听证会 拘捕并起诉了 涉嫌参与事件的 多个极右翼组织的成员 和其他示威者 截至2021年12月中旬 已有至少720多人 因参与国会暴乱被起诉 如今在这场暴乱事件 一周年之际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 5号表示 对于事件追责的进程 仍未结束 而美国总统拜登 和副总统哈里斯 当地时间6号 在国会山分别发表讲话 阐述前总统特朗普 在事件中必须承担的责任 至于特朗普本人则取消了 原定于6号当天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并宣称理由是媒体和 在众院特别委员会党 对事件调查存在偏见和不诚实 他看了6号当天 是一个严重的结构 对我们的国家的四十年 对总统特朗普的结构 残忍 残忍和残忍 不是每个人 但不太多 有很多国家的国家 在那时 在绝对大谈 也和他一起 然而无论举行何种纪念仪式 这场国会暴乱 为美国带来的社会分歧和对立 至今依旧难以修复 甚至有愈发加剧的趋势 由美媒民调显示 近六成受访民众预计 类似的事件在未来几年里 将再次发生 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这起事件至少在短期内 改变了美国人 对自己所谓民主政府的看法 此外 仅有55%的受访者认为 拜登是正当当选的总统 比一年前减少了3% 而加拿大时事评论员马切 甚至在他的新著作 《下一场内战》里认为 国会暴乱事件后的美国 正陷入爆发内战的边缘 然而很多人都在掩耳道理 不少媒体也称 美国存在内战危险 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余波未了 国会暴乱一周年 带给美国什么启示 伤口难遇 美国两党与社会撕裂对立 何时能了 摇摇欲坠 美式民主顽疾 击中南反前路在何方 前世难平 警钟依旧 好 一年前 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 国会迅速沦陷的画面 传遍了全球 一年之后这起事件 会给美国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我们继续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 做连线分析 首先请出的是在华人传记者 丽南 丽南这个一周年 我们看到美国上上下下 有各种各样的反思安排 包括拜登刚刚也发表了讲话 他谈到了哪些重点 这次演讲传递的信息主要是什么 好的 杨书 那么拜登和哈里斯 刚才是在国会山发表了一个讲话 那么拜登是将这一个 1月6号的暴乱事件的矛头 是直指特朗普 认为特朗普是首要的负责人 认为他是煽动了这一场暴乱 认为他是煽动 他的支持者来冲击国会 想要颠覆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情况 杨书 好的 谢谢丽南 好 在这个华人传现场 为您请到的是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项目主任李诚先生 李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一周年过去了 现在民主党主导的 国会山骚乱的调查还在持续 然后今天美国上上下下 都有各种各样的反思 那个拜登也在讲话 试图揭露事件的真相 然后呼吁社会要弥合分歧 您觉得一周年过去了 美国是否已经从 国会山骚乱事件的阴影中走出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年后美国继续 深陷于这个阴影之中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 去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 是美国宪政民主 非常震撼和耻辱的一天 未来的历史学教 也许会把这看作是分岁岭的事件 作为生活在华盛顿的智库学者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反思和检讨 但实际上并没有 美国正在经历多方面多层次的 巨大政治和社会危机 而又是持续的 这些危机又是持续的 我也简单的讲三点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2020年总统选举 是一次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选举 以往的大选 很多人关注的是两党政策的不同 对各自利益的利弊 但对于这次选举 去年的选举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很多人说 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光明于黑暗的抗争 是良知与愚昧的冲突 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这种说法凸显了 去年大选所反映的 美国政治和社会中 不可调伙的矛盾 民主党这样认为 共和党也这样认为 只是各自认为 自己一方是正义的 对方是邪恶的 其次拜登政府既没有在过去一年当中 既没有清算暴力违法 刚才讲到的数字只是起诉 而且也没有逞华罪魁活手 也没有扭转政治种族矛盾的激化和激化 没有修复创伤 维护国家稳定 走向两党关系缓和 或国家齐心协力抗议 和经济社会修复的道路 新干疫情实际上更为失业 经济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 至少没有扭转它 再有 谁会想到说谎诚信 以自私不负责任 虽然然种族仇恨著称 并经历两次弹劾的特朗普总统 目前能有众多的支持者 仍然掌控着共和党的主流 并有可能2020年卷土重来 对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 1月6日不是一场令人尴尬的溃败 而是一场轰烈的救国爱国运动 他们在必要时还会采取暴力行动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宗教集团势力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谴责 而且逐渐地渗入主流社会 影响公共舆论 渗入美国各州的地方势力 为下次选举做组织准备 是 其实我知道在美国 很多学者都和您的看法一样 就是说其实美国便没有利用这次机会 来好好的反思和检讨 这个国会山骚乱事件背后发生的 根源和本质是什么 而且这个拜登总统也没有很好的 在过去这一年去弥合两党的分歧 然后反倒我们看到民主党主导的 这个国会山事件的调查 其实还是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好 在北京现场为您请到的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 孙哲主任 所以你怎么看 其实包括拜登今天的讲话 也是在谴责特朗普的支持者 而且直到今天 民主共和两党对这个事情的定性 还有包括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依然有南辕北辙的认知分歧 一个认为这是抗议选举舞弊的起义 另外一个认为这是夺权的一个造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分歧 为什么这些分歧那么难以弥合 你的观察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根源在于 就是说刚才拜登总统 在他的演讲当中说 美国民主的支柱被动摇了 那么很多人不了解他所说的话 这个背后的含义 美国人原来自以为豪的 所谓的民主的支柱 至少有三个支柱 一个就是说他宪法规定的一些权利 比如说和平示威 演讲自由 那么这些是他的第一个 他的支柱 就是这些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 公民的权利 第二个是说 他是不是有一个公平的 经常性的选举 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民群众 对政治是不是有兴趣 最后再赋予这个法治 所以说这是他美国民主的 他过去建国以来 他一直为之骄傲的 这个三四个支柱 那么通过这次1月6号 大家发现这个特朗普 在这个事前 他是曾经发推特 他号召人们去冲击郭卫山 在这个事情发生过程当中 他虽然是在白宫看电视 但是他没有进行及时的阻止 连他儿子都看不过去了 都说他一定要讲话 给他的助理 给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发短信说他一定要讲话了 那么在他的之后 你看特朗普也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 也没有对冲击郭卫山这些民众 进行谴责 所以美国的所谓的三个支柱 受到动摇 就是说他充满了一种暴力 选举当中充满暴力 然后选举之后 又不承认公平的选举结果 所以现在两党 他一个共识 就是都认为1月6号 是美国民主最治安的时刻 它是标志着 但是两党的解释不一样 从共和党 民主党 他认为都是对方犯了大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认为 美国民主陷入了一个断层 1月6号可以说 是美国历史上应该说 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不到修复的希望 对 就是这个事情 已经对美国未来的 这个民主发展 造成了一些深远的影响 在马里现场 继续请出李承主任 我们知道过去 在美式民主当中 至少落败者和平移交权利 是一个共识 但是特朗普的这次搞了 就让大家看到 原来你不接受选举结果的一方 是可以选择暴力冲击政府的 而且美国的民调居然显示 是有30%的共和党人认为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 你去暴力冲击政府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你怎么看 就是冲击国会山事件 对美国社会 美国政治带来的深远影响 接下来年底 中期选举要来了 2024还有美国大选 类似的这种骚乱 还会发生吗 实际上刚才讲到了 这个对立和失恋 不仅是党派 它也包括种族 阶级 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文化 包括利益集团和区域和产业 所以这是个多方面多层次 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冲突 所以它不仅是两派 或者是在华盛DC 而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局面 那么刚才对你的问题来讲 实际上很多独立知识分子 包括媒体的大家 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脑 或者主要的资狼 华尔街的大脑 包括布鲸军师 我的同事 Noble Kagan 还有就是大家 中国比较著名的 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Thomas Friedman 在很早之前就告诉我们 像这种国会山的许多 这里也包括最近在电视上 频繁出现的国会山的许多 警察和保安人员 都说了同样一个事情 几乎是肯定的这种暴乱 还会发生 而且有些人刚才讲到的 其中有些人 像Thomas Friedman和Robert Kagan 都讲到了 将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 内战的可能性 当然现在有这种观点的人 在美国并不是多数 但是我们值得注意 是有这种前战性的 而且是跨党派的人士 都提出了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也用了 把特朗普称作为希特勒 像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已经主导了共和党 共和党反特朗普的众议员和参议员 实际上他们是拯救了美国的民主 至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尤其是在选举当中 他们没有听了特朗普 所谓的选举舞弊的说法 但是这些人的地方官员 都失去党内的领导权 包括像Lizie Channing 同时在地方上也被孤立和边缘化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迹象 而且现在有一个研究 就认为特朗普的大多数支持者 只有少数是这种所谓的暴徒 而大多数人都是正常人 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和中年人 很多是退役军人 包括现役军人甚至有 大多数是好父母好邻居 所以这就是令人非常震撼的一个局面 他们这些人就认为 这个舞弊用暴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有如果特朗普继续 就是再次重新上任的话 他不会像他第一任期那样 跟不可靠的下属打交道 他会把完全忠实的人 来安插在司法部 联邦调查局 中央情报局 军队五角大楼 国家安全等等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 特朗普如果再次取胜的话 至少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 美国民主将会暂时终止 所以这是问题的所在 没错没错 就是因为现在政治对立加剧 就是社会撕裂的深深的裂痕 所以令得大家担心 如果2024大选过后 落败者一方 也可能仿效国会上骚乱事件 再来一次选后暴力 好 来这个华盛顿的令南 其实刚刚李承主任也提到 就是包括在美国学界 还有很多跨党派 又有人非常担心 按照现在的情势 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2024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选后大乱 甚至是内战爆发的可能性 您掌握到的消息 好的 杨树 那么其实这一个情况 目前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不过我们还有大约300多天 就到中期选举 所以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 不过好像刚才两位专家所提到的 还有您刚才所提到的 这一个美国民意 以及在政治方面意识形态的 这一个分裂的情况 仍然是持续分裂 仍然是没有改善的 在这一年当中 那么有一些民调 包括是AXIS新闻网站 昨天发表一份民调显示 就是有近六成的选民 认为未来几年可能还会再次发生 类似于暴乱的事件 而对于如何看待这一起事件 一些选民受访民众 他们的这一个民意也是大不相同的 好像美联社的这一个民调 就显示只有40%的共和党籍的选民 认为这一起暴乱事件当中是涉及暴力 目前我们也看到 就是观察到有一些共和党籍的选民 比如说保守派的一些选民 认为这一起事件 不过是一场比较 就是稍微恶化的 一场失控的这样一个示威 认为一些示威者 其实他们是有正当理由 来倾诉他们的这一个民意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目前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国会山 国会议员在这一个问题上面 也是持续撕裂的一个状态 杨叔 好 谢谢丽楠 好 去下广告下节 我们来继续聊 冲击国会山事件的调查 还在持续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民主程序 会对接下来的美国选举 美国政治产现哪些深远影响 包括特朗普还会东山再起吗 下节回来 好 冲击国会山事件一周年 然而针对国会山事件的调查 还有真相都还没有水落石出 2022年还会发生哪些后续事件 我们继续来请教住 华盛顿记者丽楠 丽楠 你掌握 好的 杨叔 那么今年所需要关注的 关于国会暴乱事件的后续 有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是国会暴乱调查委员会 目前仍然进行的这一个调查 那么调查委员会 目前是已经听取了 超过300人的这一个做工 那么这一些做工之后 这一个委员会预计将会 在中期选举之前公布一个报告 另外下一步也会举行公开听众会 届时公众应该会了解到 更多的有关他们调查的这一个细节 那么目前我们也感觉到 就是这一个委员会的调查的重心 已经慢慢一步一步地 接近特朗普的盟友 特朗普的亲信这一圈 慢慢地逼近 首先是他们已经传坏了 包括前顾问班农 以及前白宫幕僚长的这一些人员 还有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 比方说克拉克 比方说罗森 这些司法部的官员 想要了解到 他们是否跟这一场集会有联系 是否涉嫌就是煽动 有关2020大选结果的一些 相关的阴谋论 以及相关的一些布什信息 另外想要了解他们是否 对于这一场集会的目的 早前就已经知情 另外这一个委员会 是已经开始着手把这一个目标 调查目标转换到这一个 目前的现任的一些保守派议员身上 想要了解到这些议员 在事前是不是就已经 跟那一些集会者有沟通 是否已经知道这一些集会者 参加这一个集会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颠覆政府 是不是为了推翻选举结果 所以这一个也是下一步 我们需要观察的另外一方面 还需要观察的就是 司法部目前的这一个检控工作 那么在昨天的司法部长加兰 是已经透露目前的司法部 是已经起诉了超过725人 涉嫌是参与这一个 国会暴乱事件的 那么司法部长加兰 昨天也是透露 无论是对方 这一个对象是无论哪一个级别 无论是否当时在现场 只要是参与到了这一个暴乱事件 是否是策划 都是要追查到底的 那么下一步呢 这一个调查还是会继续 而这一个调查的 目前已经是联邦调查局 规模最大的最为复杂的 历史上最为 就是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调查 而下一步呢 这一个司法部还会 起诉哪一些人呢 我们下一步也是 会继续观察的杨初 好 谢谢丽楠 来哥伦比亚大学孙哲主任 我们看到这个冲击国山事件 虽然一年 但是后续远远没有完 民主党主导的这个调查 还在持续 然后竟然来马上中期选举了 所以你怎么看 民主党和共和党 利用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博弈 以及这个后续的调查 对接下来的选举 还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这份调查呢 现在虽然只是在这个众议院 然后明年出台以后呢 我觉得对特朗普本人的打击 不会太大 现在特朗普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大家都非常明白 他在这个暴乱当中 他起的角色 其实也不用调查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美国媒体已经把各种 这个来龙去脉 已经报道得很详细了 问题的关键呢就是现在共和党 他现在已经被特朗普把持着 已经更保守 更民粹 各特朗普化了 那么如果今天特朗普出来 去做选举的话 居然有人说百分之五十几的人 会支持他再次竞选 然后德州的州长 年纪轻轻的 四十几岁 那么可能只能达到 百分之十一的支持率 特朗普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对明年的中期选举 还有这个2024年的美国大选呢 它会造成一种冲击 就是特朗普万一 他在初选 他决定初选了 然后他最后也能够进行大选了 他会把他那套理念呢 又再重新散布在美国社会当中 他最近退休以后啊 退而不休 很忙 一边打高尔夫 一边出书 刚出了一本很畅销的书 这个签了几百万美金元的这个合同 然后呢在网上卖得很好 那么他自己呢 这个相比起他这种活跃 天天接受电视采访 天天到集会上 这个能言善变进行宣讲 相比这个拜登 他现在呢 因为他可能比较 在镜头面前显得比较羞涩 或者不大跟民众沟通 直接沟通的频率 不如特朗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我们对今后美国政治的演化呢 都相当的担心 很多人都观察 这个特朗普非常有可能东山再起 所以如果特朗普出山的话 或许也为下一场骚乱 埋下了伏笔 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 做的深入分析 谢谢收看全全连线 再会